大家好,我是Edith,欢迎来到Live Journaling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看到人家的手帐很漂亮 心思思想拥有一本,但又怕自己没有恒心写下去 结果都没开始就放弃了 今天我想讲一下如何选择适合我们的手帐 令到我们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手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都没可能一次过讲得完 所以我就选了几种款式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月曆型,你可以一次过看完一个月 每一天,星期几,这个月有几多个星期等等 第二种就是星期型,你可以在一版里看完整个星期 常见会是打横的,就像这一本一样 或者我也有见过打直的,但我就没买过了 第三种就是每一天一版的 这一种通常是比较大的页面,你可以在这一版里写任何东西 关于那一日的,有些会印日期给你,也有一些像这一本 是自己填日期的 那它也会有一些时间线,帮助你规划你的行程 那最后就是空白形了 空白形的页面,意思就是没有一些特别的间隔 或者一些格式 不一定要一夜一版,或者上半部就写什么,下半部就写什么 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手帐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写手帐 以前我都会用手帐来写功课等等 但在我有一次收拾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曾经都写过很多本这些手帐 或者叫schedule 里面大部分都是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了 除了有几版,写了当时一些事件和感受,我觉得值得留下的 我就发现我能够在这些文字里面更深地认识自己 和看到以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有什么不同 那我就想了,我想要的手帐究竟有什么条件呢? 和我会用来写什么呢?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手帐来帮助自己整理好混乱的思绪了 那这一篇的手帐因为在我好混乱的时候写的 所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和设计 但它就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了 希望大家都不会介意它那么不特 在左边这里我就写上了自己想要的手帐有什么条件 可以在一些外观上面 例如大小,颜色,画面格式,或者一些配件等等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将你所有想到的条件都写上去先 不需要作出任何的筛选 而在右边我就写了我想用手帐来记录些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完全忠于自己 你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或者其他人是怎么做 你只是按照你自己想怎么做去写下就可以了 其实两边的东西都是色色相关的 例如如果你是想写字或者画画 那你就需要一些空白的纸或者纸质好一点的了 但如果你的手帐是想以文字为主或者拼贴 那你可能就没什么所谓了 那以我这个作为例子 一开始我就写了尺寸合适是我其中一个条件来的 我想要A5或者B6 这两个尺寸都是比较好的 而考虑过之后我觉得B6是比较适合我的 而我也想它是漂亮的 不需要太多色彩 但是是需要简约和漂亮的 第三我就写了是要纸质比较好的 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要有袋或者可以放到贴纸等等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不需要月曆型 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规律的 我不需要去写很多代办事项或者我今天约了谁 明天约了谁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就写了月曆型对我来说是不最适合了 而我也写了关于口薄的问题 有些手帐如果它是单行或者空白的话 它或者可以写到很久很久很久的 但是我就觉得一本的手帐对我来说 最好就是适合一年用的 那右手边我就写了 我会写一些反思性的笔记或者日记 但是这些日记或者笔记都是不需要每天写的 第二我就写了可能是关于art的东西 我会想在手帐里面 学习手绘或者水彩 一些学习的记录 用来练字拼贴等等 第三我就写了to do list或者schedule 但是最后呢 当我去再思考的时候 这三样东西里面 有哪些是我觉得一定要有 哪些是没那么需要的呢 我就觉得其实第三样东西不是我最需要的 然后我就在左手边这些条件里面 再去篩选一些哪些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就在左边里面用星星来做一个标记 我发现手帐另一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混乱的思绪 就好像这一篇这样 如果不然呢 我可能就会选了最受欢迎的手帐 或者最多人买的手帐 作为我的手帐了 但有时 漂亮和受欢迎都不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 写好这些条件之后 你可以问自己 你想不想一本手帐里面拥有这些条件 因为有时你想写的东西 未必可以在同一本手帐里面拥有这些条件 如果你接受到 用很多本不同的手帐来写完你的内容 那你都可以这样做的 但最重要呢 都是你知道你自己想写些什么 和你需要一本怎么的手帐 如果你不知道你真正想写的是什么 就很难选到一本适合你的手帐 结果你就不会有恒心地写手帐 如果你身边都有些朋友 曾经试过 开了一本手帐 但写不下去的话 你都不妨share这条片给他们看 让他们可以找到 对自己的手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